男将一张崭新的百元大钞,捏成团丢进茶杯里,直到完全尽头才满意的捞出来,一张崭新的钞票瞬间成为一张九钞,他们之所以这么做,因为他们手里的钞票全是假钞,相对于新钞而言,九钞更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,经过一番量晒后所有假钞都有了使用过的痕迹,为了检验这批假钞的质量,罗子用假钞来到小麦部买水,可老板接过前后一眼就识破了这是一张假钞。 罗子被当场被老板抓住,强尼看到不对劲,立马冲向去一把将罗子拉了,两人这才侥幸逃过一劫,回家后,强尼不明白为什么假钞一眼就被识破了,他看着手里的假钞开始思考,原来他们一开始就做错了,印度的纸币使用的是一种特殊的木匠纸,而他们使用的纸和木匠纸手感大不相同,如果他们想制作高质量的假钞,他们必须解决纸张问题,可绵将纸被印度政府严格管控,他们根本没有机会买到,只能去找其他纸来,只能去找其他纸币。 经过几天的寻找,最终在一本练习策上,找到了跟钞票类似手感的纸张,只可惜纸张厚度不够,但强尼还是想到了其他方法,只要两张纸结合在一起,不仅在手感上极为相似,就连重量也刚好和真钞相同,纸张问题解决后,他们又开始了制作假钞模板,看过无双的都知道,假钞只能手工绘制,而不能直接复制,因为纸币上有微缩字体,也这就是俗称的摩尔文现象,即使是世界上最顶级的仪器扫描,也不能完全复制出来。 所以如果你要造假钞,首先需要的就是一名画家,而强尼正是这么一个天才画家,他两兄弟从小就在爷爷的杂志社长大,爷爷看到强尼对绘画有着异常的天赋,便从小培养他的绘画技能,而罗兹对杂志社的印刷机器感兴趣,于是便让叔叔教会了他印刷技术,正是这样的两个人走在一起才会干出一番大事。 经过一番辗转反侧,一块印刷直钞的模板就完成了,接着下一步是印刷,罗兹是个印刷高手,即使在设备非常落后的情况下,他依然能出色地完成印刷工作,然后是批量裁剪,要将每一张假钞的尺寸和真钞统一,并在正面打孔放上防尾条件。 最后用特殊的胶水将假币正反面粘住,这样就形成了完美的三明治结构,他们还找到了制作变色油墨的办法,将金属漆和普通墨水混合,给贾钞刷上一层,不仅有变色效果,还能模拟钞票的手感,最后当然少不了将贾钞泡一泡茶水,就这样,新版贾钞就正式出炉了,为了验证这次的贾钞质量,他们再次来到了那家小卖部,而这次他们学匆了,他们手拉着手防止再次被抓,当强尼将贾钞递给老板的那一刻,他的心也提到了嗓子也,罗兹在 在后面已经做好随时逃跑的准备,而这次手中竟多了一瓶汽水和零钱,看着手里的苏打水和零钱,两人强装镇定抑制住成功的喜悦,直到上了一辆车才敢释放欢腾 不久后两人将会引起整个印度的经济危机,那他们为什么要印贾钞呢?原来爷爷的杂志社由于常年亏损,欠下巨债已经无力偿还面临的倒闭,强尼靠着每天贩卖自己伪造的世界名画,也赚不了几个钱,为了保住爷爷苦心经营的杂志社,两兄弟竟去找高利贷借钱,但老板得知他们无力偿还,根本不会借钱给他们,于是强尼脑海里产生了一个邪恶的想法,决定铤而走险印贾钞,他们把第一批贾钞做出来后,通过一个混混朋友的帮忙找到 买家,强尼向黑帮老大借了两张500卢比的钞票,然后把一张假钞和两张真钞混合在一起,最后让黑老大找出混在里面的假钞,黑老大看着完全相同的三张纸笔,根本找不出任何一个破绽,强尼笑了笑,甚至连自己也找不出那张是自己做的假钞,罗兹说想购买他们的假钞,至少要从10万卢比起步,而且要20%的利润,黑老大开口就下了2000万的订单,并要求两周内交货,没想到第一次卖假钞就遇到了大订单,如果两周内按时交货的话,他们会净赚400万,� 强尼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订单,因为这笔钱对他来说太重要了,在回去的路上罗兹有点担心,因为一十万卢比就已经搞得够钱,再说现在没有钱去哪里弄材料和设备,他觉得这根本不可能完成任务,就在两人无助的时候,他们制作假钞的秘密却被叔叔发现了,但强尼说这样做,只是为了挽救爷爷瀕临破产的暴胜,但无论强尼如何解释,叔叔就是不让他们走上犯罪的道路,极力劝说着强尼放下屠刀尽早收手,如果被爷爷知道了非杀了你不可,眼看自己说 说不过叔叔,强尼只好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假钞,叔叔拿起假钞反复查看,他怎么也不敢相信,手中的钱竟然是张假钞 为了消除叔叔的担忧,强尼带着叔叔来到了一家高级餐厅吃饭,买单时劝假钞递给了服务员,这一操作让叔叔冷汗直流,生怕下一秒就被人按在地上摩擦,而店老板并没有看出是假钞,还让服务员找回零钱给他 叔叔悬着的心这才放得下来,有了叔叔的支持,两兄弟再次来到高利贷公司借钱,最后将杂志社作为抵押,才借到了一笔 有了这笔钱他们买得更加先进的机器,因为他们是干印刷的,根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有了设备接下来就要解决印刷假钞的纸,然而这种纸在印度政府的严格控制下是买不到的 于是他们决定晚上到造纸厂去偷,深夜时分,强尼带着一群小混混来到了造纸厂,可说是去偷,闹出的动静几乎跟强尖差不多了 他们把值班的保安控制起来后,强尼几人就进去拉纸,为了不引起怀疑,他们还拿走了不止一种纸 即使警察来了也认为这只是一期普通的盗契案,最后明目张胆的把纸拉了出去 一切准备就绪后,叔侄三人便疯狂的开始印假钞 机器72小时都没停过,经过几天结业的加班加点,他们终于完成这笔2000万的订单 黑老大检测假钞没问题后,也付给了他们20%的佣金 就这样强尼挣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,但他并没有打算收手,而是回去后继续制造假钞 不仅用假钞还清了高利贷的钱,就连杂志社欠下的巨款,也是用假钞一一还清 因为他们的假钞质量太好,深受黑帮势力的喜爱 甚至印度政府议员也在这里买假钞,为了半个月后的议员选举 他需要大量的资金来扶持,而这一次的客户开口就是两个小目标 要求是两周时间内亲自送货上门 强尼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个大单,可天底下终究是没有不透风的强 这天一位硕士学位印刷技术专家,在餐厅收到了一张假钞 他一眼就感觉到这钞票不对劲 可他并没有急着找服务员换钱,而是找到前台换走所有的假钞 当他回到办公室把假钞放入验钞机时 这下假钞竟然轻松骗过最新的验钞机 这下两人彻底猛了,虽然他们一眼就能看出这是假钞 但老百姓拿它根本没有办法 这么完美的假钞他们也是第一次检 他们通过最新的验钞机检测,这说明整个印度的验钞系统都将成为白色 为了找出这张假钞的破绽,他们把钞票放在显微镜下查看 可依旧找不出丝毫破绽,甚至一度怀疑这就是一张真钞 直到他们把钞票放入酒精进泡后,这才解开这张假钞的秘密 仅仅只是两张纸叠在一起而已 制造假钞用的设备和材料都很业余 但这也显得制作人有着极高的篇幅 谁都没想到这是由三人在一个毫不起眼的小作坊 就击溃了整个印度的验钞系统